迷你世界中的黑帽子商人 他长着小孩子的脸蛋 并且他穿得破破烂烂 你们看他的牛仔裤都破了洞 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流浪商人他是一个小孩子 错 其实他是一个老头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中的夜晚非常危险 但是流浪商人他会出来 如果你们见过流浪商人 请点一个赞 在这个时候 我和学姐发现 野人根本不进攻流浪商人 反而他们打起我们来 非常的狠 小伙伴们你们看 野人对我是穷追不舍 是要把我拿下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野人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迷你世界中的流浪商人 他究竟是小孩还是老头 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他的真实身份是个老头 因为他和沙漠商人 居然是兄弟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是沙漠商人的家 我和学姐发现 沙漠商人 他是一个老爷爷 你们看他的胡子 多么的长 所以他如果和沙漠商人 是兄弟的话 那就证明 他的年龄 其实非常的大 而他也是一个老头 你们知道了吗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